12月9日令人期待已久的2011宣泥诗炫音之乐广州盛典即将举行 届时摇滚天团Train 英国新盛代R&B天后Alexandra Burke 韩国多妻艺人朴正问及天生歌姬Alene等出席 近日他们也同时现身在广州举办的宣泥诗音乐盛典发布会 采访中Alin表示第一次来广州是与师兄姓一起出席她的歌迷会 而此次则是用自己的歌曲让观众认识自己 也希望届时能将好的表演带给大家 第二次对第二次来第一次是因为跟我的师兄姓 然后她的歌迷会然后这一次是第二次 第二次是我完全是用自己的歌曲 然后让大家就是台下的人知道Alin 然后其实这一次看到很多广州的歌迷啊 然后他们也很热情 然后我也希望站在舞台上面呢 可以表现好的表演给他们看 另外摇滚天团Train表示三人合作多年 非常了解各自的强弱像 在制作专辑的过程中也会让大家展现各自的强项 对于其他不同的观点会不断尝试以求达成一致 不过如果还有不同意就会立即提出乐队 随后他们更玩笑称乐队曾有十位成员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一个很长时间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强力和强力 我认为吉他和强力和强力和强力 和强力和强力 我认为吉他必须是最重要的 因为那是什么他做得最重要的 而当时强力和强力和强力 所以我们应该把强力和强力和强力 所以我们应该把强力和强力和强力 而当时强力和强力和强力 我最重要的是我留在那里 我们应该把强力和强力和强力和强力 而任何不强力和强力和强力 会被强力和强力和强力 我们曾经有十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